好各位那今天稍微講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叫做角形台嘛 那是因為我們要介紹一個我們要介紹一個電影 然後這個電影其實呢是在 呃它的故事是在講說大概二十幾年前在應該是在歐美吧 二十幾年前的一個高中 有一個高中生意外的被絞死了 所以大家看看我後面有那個絞繩呢 就意外的被絞死了 然後過了二十幾年之後呢 這個電影的演的故事就是在講說 有一群屁孩然後進去了 一群高中生啦 不是說屁孩 一群高中生 然後呢進入那個高中生的那個學校裡面探險 然後發生了一連串的故事 對那我們現場導播可以給我們畫面 我們現場直接的要用這個儀式來問查理問題 然後這個儀式是這樣的 我們要疊兩隻的 我們要疊兩隻的鉛筆 然後問他問題之後他可能會往 是或不是這邊轉 你們有沒有要問的問題 我把他歸零 我把他歸零 你們有沒有要問的問題 九妹什麼時候會結婚 這個他怎麼回答啊 只有夜市跟弄 你不要問你太難了 你要問是非題 Are you here? 查理 Are you here? Oh shit! 他剛剛是不是動了一下 Shit! Shit Charlie! Don't motherfuck Charlie man! Oh good boy! Don't touch me Charlie! 阿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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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 Oh shit! 來來來來 被謀文壞了啦 好 各位我們來問一個預測性的問題 好 就是我們現在還沒有頒發的 金曲女歌后 總共入圍的有四個 包括了 徐佳應 魏如萱 莫文蔚跟阿瑩 那到底誰會 誰會得到金曲的女歌后 我們現在問就算他回答了 也不知道準不準 我們可以等著看 那我決定問阿瑩好了 因為他問夜市中他才能回答 好查理 查理查理 請問 阿瑩會不會得到 金曲女歌后的 這一個獎項 會不會得到 會不會得到呢 查理 欸等一下 不是吧 等一下他在動是不是 他有在動嗎 真的嗎 不是吧 所以他很偏了耶 可是很煩 好可愛 到 reality 阿瑩 查理 Don't be afraid 他剛 他剛不是卡住 結果突然跳一下 好可怕 九妹你有沒有覺得你心裡氣 氣…氣胸 欸這個節目的 又要聽鬼公司 為什麼 為什麼 要玩恐怖遊戲 又要再 再止空 今天厂商跟我说这个现场很欢乐 还有拜拜过的 还要来 我们要放火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